因為這邊就是他們會檢查那個東西 可是我們就有個東西一直卡在那裡 然後其實國外有比較難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很多命運他們不能讓我們知道 可是其實那個過海關他們都知道 他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製作人就說這怎麼猜 因為很慘是我們要拍出機場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團隊全部出去 機器setting好我們才能過海關 怕門一開就接我們是不是 就偏偏我們三人都在裡面 然後行李都卡外 像我們那天就是做直航班機來 然後來這裡的時候 可能因為這邊就是他們就會檢查那個東西 可是我們就有個東西一直卡在那裡 然後其實國外有比較難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很多命運他們不能讓我們知道 可是其實那個過海關他們都知道 他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製作人就說這怎麼猜 他說這什麼東西因為我們都在旁邊 因為猜了他們我們就知道他們的命運 因為很慘是我們要拍出機場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團隊全部出去 機器setting好我們才能過海關 怕門一開就接我們是不是 就是因為有這個故事 偏偏我們三個都在裡面 然後行李都卡外 然後那個紫皮箱裡面的東西都卡外 然後海關就是要看你這邊有什麼東西 然後製作人就 買我那個X1機 然後要菜內攤 因為他們現在才直航 小機場 現在廠房才直航 菜心才包補航 就是怎麼做 所以我就是 然後製作人就說 那裡頭是糖 所以我們要送這裡的一些 花生糖什麼之類的 然後麥姐就說 沒關係就拆開給他看啊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就想說不行 因為那個拆開 我們就知道他們在 可以講那個是什麼 他們帶了一隻熊來 因為我們不是要去獵人的 對就是要扮成一隻熊 郭忠祐扮成一隻熊這樣 帶一個熊的道具 對就整隻熊 熊頭那麼大喔 熊頭那麼大喔 所以他拆開五 他就知道我們那個 所以那個麥姐就說 就拆給他看 就跟他說 欸麥姐啊 你可以幫我來看一下這個什麼東西 幫我拉開 我說不是 我才 那個 他還蠻醬運氣的 我說你幹嘛一直拉我 為什麼一直要看呢 就是糖果的 製作人說 那個箱子是你不能看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比較周車勞 不過在台灣就沒有這種問題 但海關裡面不是不能拍姿色 你們有申請嗎 出去才會出來 對 所以這些過程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 每一次出海關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的錄音機 錄音師的機器 他不能放箱子 他還不能幹嘛 他一定要拎在手上 然後呢 他一定要背在前面這樣出海關 那海關就把你扣下來 對啊 那長得就要去竊聽的樣子 你知道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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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嗯 其實這次來也是因為那個機器 我說那不然我們可以換一個箱子 把它放進去 這樣 他沒有看到 他可能不會那麼好奇 因為你一好奇 就會耽誤很多時間 車子飯店什麼 後面行程都耽誤了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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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